我們共同盟還有我們跟公民1985 我們公民覺醒聯盟 還有我們這個國會透明組織 即將成立的部分 我們在今天一起舉辦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針對我們現在即將要開臨時會的部分 我想現在很多團體 當然對臨時會要討論的內容的議案的本身 有很大的一個爭議 很多的討論 但我們覺得不管你是贊成或者支持這種高度爭議的法案 我們認為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立法院基本上卻是高度的不透明 這種高度不透明面對高度爭議的法案 所延伸的問題會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待會 每個團體大家會做一下說明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公都盟在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之前 我們發給所有的候選人 三百多個候選人問他們 當他們當選第八屆立委的時候 是不是願意做一些重要的國會改革的承諾 其中包含黨團協商的開放轉播 包含國會頻道的成立 現在已經要過第六個會期了 也就是說立法院他們的任期 四年任期已經過了兩年半了 到現在我們很遺憾的部分是剩下的一年半 我們好像還沒有看到他們對他們自己所簽署的承諾 有任何的一個表達 這待會我們也會針對這內容來做一下說明 所以我們很擔心是接下來的臨時會 如果立法院還是保持這麼樣的黑箱不透明的話 所衍生的未來的一些爭議 又會讓整個台灣社會流於各說各話 這不是我們所樂於看見的 所以我們幾個針對國會監督跟改革的透明的這些組織 我們認為今天有必要在臨時會之前 要求這些政治人物兌現他們自己的承諾 然後盡速的去修改一些不合時宜的 甚至是我們認為違法的這些旁聽的規則 首先就請我們 我們在今天幾位的來賓我們就快速要 第一個是我們公眾盟的理事長施信明老師 那另外是我們公民覺醒聯盟的王熙 還有就是我們台灣國會透明化促進協會的召集人 我們胡適合也就是我們的紅舅舅 那另外賴宗強律師因為他在 剛剛說他在警察局幫忙在處理一些事情 那待會盡量趕過來 那另外在旁邊的是我們台聯的台中市議員 同時他也是台聯黨團辦公室的副主任高基在 他跟我們紅舅舅 因為估計對於剛剛講的國會透明的部分一直在推動 所以他今天也來這邊也針對這個部分 也希望來做一下說明 那首先先請我們公督盟的理事長施信明老師來幫我們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各位貴賓大家要早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麼立法院在又要召開臨時會了 那臨時會的召開使得我們的這個立法院的這個臨時會啊 幾乎變成常態的會議 那這樣的做法我們是不以為難 那麼依照憲法的規定 那麼立法院的廢期是從2月到5月9月到12月 那麼長期以來我們發現立法院都是會延遲開會 那偶爾他們也會這個延會 那但是今年這個廢期他們延遲了開會 但是卻準時在5月30日就結束會議 然後又這個推給這個學運說耽誤了24天 所以需要召開這個臨時會 我想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延遲是憲法規定可以去做的 那臨時會是規定處理緊急臨時的議案才去處理的 那我們從這個目前 那麼立法院所提出來要處理的議案來看 我們看不出有召開臨時會這樣的必要性 那特別是臨時會要處理相當爭議性的這個法案 如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古貿協議 之間區的這個條例 那麼這些條例 這些法案並非這個臨時跑出來的 而是造成社會爭議有一段時間 那麼這些爭議性的法案 應該在正常會期好好來討論 來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法條內容 那我想除此之外 我們覺得立法院長期以來在這個透明化上面 非常的消極 雖然公都們在兩年前提出了國會改革承諾書 讓立法委員們來簽署 那麼有過半數以上的委員都簽署了我們所提出的訴求 比如說國會頻道的設置 黨團協商的透明化 但是兩年多過去了 這兩個承諾到目前都還沒有辦法在立法院裡面來落實 所以我們要求立法院在透明化上面應該積極作委 那讓民眾真的可以了解到立法院裡面各個委員他們是問政表現 那我想更公開更透明才能促使我們國會議事的這個品質的提升 那另外我們覺得立法院雖然是最高名利機關 但是長期以來卻拒絕人民的這個旁聽 像在委員會裡面的這個會議是拒絕旁聽的 那院會雖然有旁聽的規定 但是碰到要表決的時候 又把旁聽的民眾 然後又趕得出去 我想立法院是人民的 最選出來的 這些代議事的這個最高的這個民意機關 那代替人民來行使 執權 那你當 向人民負責 讓人民能夠了解立法院裡面運作的情況 對旁聽規則的不合理 我想我們認為應該早日修改 那另外雖然在公督們的努力之下 立法院現在開放了這個網路隨選系統 讓立法院的議事的這個影像聲音 可以經由網路來收看 但是我們發現這些鏡頭 是擺在主席台或是發言台 那麼遇到這個議場裡面有所衝突 那麼這些鏡頭就會變成空白 這也無法呈現整個議場裡面的確實的狀況 那我想這樣的 有所選擇的這樣一個轉播 事實上也是會使得立法院的真貌 無法呈現 那此外我們也一直訴求說 國會頻道要來設置 使更多的民眾可以在家裡 輕易地收看到立法院運作的情況 但是國會頻道的設置到目前也還是沒有落實 雖然有超過70多位的立委支持這樣的一個國會頻道的設置 所以我想地法院的透明化應該改革的地方 還有很多 比如說黨團協商的這個透明化 到目前我們看到仍然 仍然黨團協商是在黑箱裡面來進行 我們希望地法院應該早日這個部長這個優質國會應該走的方向 不要再抗議人民的監督 不要再為了少數人專斷的意志來凌駕人民的意志 我們在此呼籲立法院各個委員秉持人民所賦予的托付做好民意代表的責任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也是一直在做國會改革跟國會透明的 我們公民1985聯盟 就是公民覺醒聯盟的發言人王熙來幫我們做一下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先講第一點是 在馬英九任內臨時會幾乎每一次都在開臨時會 我們要說的是臨時會不應該常態化 而公民監督才應該常態化 而它確實現在也已經常態化了 我們發現這個事情正在發生 在這幾個月每逢遇到 立法院當中重大議案出現 包含自禁區服貿兩岸監督條例 甚至是提高罷免門檻 這類的議案出現的時候 非常多的民眾就已經自發性在網路上面開始關心 甚至有許多的公民自發性的到任何一個現場去做網路直播 那甚至在這些直播上面每每也都是有數百人數千人 在這樣上班上課的時間也是一樣在持續的關注當中 這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現在全民監督已經是一件常態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公民1985一直在呼籲公民覺醒 以及我們要成立國會電腦兵團的目的 那我們要說成立國會電腦兵團 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將這些每一個立法委員 他們在國會當中問政的表現 透過一些精彩疾景的方式 把它結合網路上面 民眾的網民的創意 以及網路科技的力量 我們結合之後形成一些具體的影片 我們直接把它發布在網路上面 各個平台上面 讓這些立法委員他們的問政表現 最直接的可以讓所有人來檢驗 以及得到大家社會大眾的公平 立法委員你不需要去強調你自己問政有多優秀 你不需要去告訴別人 說你都是在為民喉舌 你有沒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透過這些影片就是最好的鐵證 所以我們要說 為什麼會成立國會電腦兵團的目的也在這裡 而在這段時間也因為大家全民對於 整個公民對於監督國會的一個熱情的投入 我們這段時間也湧入非常多的志工 正在努力的進行 那包含這一次臨時會 這次臨時會就是要處理三大整議法案 包含福茂資金區兩岸監督條例 所以我們現在也已經都將過去 尤其是這個會期 這個會期當中 關於這些議案審議的這些影片 我們也已經陸續地整理出來 在今天中午 在今天中午就已經可能上 直接上網在網路上面 都可以 這個是由所有志工 民眾自己整理出來的 就可以看得到 那下一個我們要說的是 但臨時會他又要開了 所以在前幾天 許多在意 關注這些 那個國會的公民團體 包含公民985 包含公督盟 我們就聯合起來 我們決定 就是要全程的來去 緊迫釘的來去 進行旁聽 那在前幾次旁聽當中 我們就發現 屢屢都一直受到 這些那個立法院裡面 一些不管是 可能是議事人員 或者是更高層的一些指示 屢屢進行一些 記憶出現的干擾 甚至是比如說 一些沒有 沒有什麼 那個法員依據的一些規定 包含 禮頭當中旁聽 只有30分鐘 然後30分鐘之後 我們問他 那我們如果出去之後 可不可以登機再進來 又可以 那這有什麼理由 要限制大家30分鐘 明明人 並沒有在上面坐 並沒有坐滿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要只限制 給你30分鐘的時間 又包含 同樣就在那玻璃牆 一牆之隔的外面的裡面 在一場內的媒體 都可以攝影拍照 但是 民眾卻完全不能攝影拍照 這同時也是一個 沒有什麼道理的事情 甚至可能進去 還要檢查包包 就是那個檢查 你所那個 那個 指筆這些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甚至在這個會期 就在之前發生 提高罷免門檻的時候 的這個 這個提案 在立法院院會 我們一樣要進去旁聽 就在當天中午 在當天早上 要進去旁聽的時候 才被 立法院裡面的人員來去阻擋 原因竟然是因為 現在裡面霸占的主席台 就不給大家進去看 這更是荒謬至極 竟然僅僅只是因為這些理由 就算你霸占的主席台也是要給大家看 所以說沒有什麼理由會阻止 大家來去監督跟旁聽 那我們已經在三天前就已經 按照立法院所謂團體 那個報名申請 那個旁聽的一個方式 我們就已經提出了申請 我們就要看看 他現在還會不會阻止我們 而且我們接下來 三週每天都會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呼籲所有的民眾 如果關心 並且願意來到現場的話 也可以跟公民985 或者是跟公諾這邊來聯繫 我們就天天進去看 他到底臨時會要怎麼樣開 我們說全民監督緊迫丁人 這件事情我們絕對不會放手 同時我們也要呼籲 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立法院 全民監督國會已經是一個趨勢 也已經是一個潮流 當你今天越黑箱越阻止 只會迫使民意 越會緊 越緊迫的想要去了解 黑箱的東西是什麼 在這段時間 許多的一些公民團體 陸續的成形 包含像以我們來說 我們號召成立一個公民覺醒的協會 成立一個團體 但是我們在成立這個團體的過程當中 一樣卻遭到內政部 他人團把這邊 重重的一些技術性的干擾 把我們的公文送來送去 以下送到教育部 以下 你本來在內政部 以下送你教育部送來送去 那據我所知 像那個 紅舊九這邊 他們要申請協會 也一樣受到一些干擾 那我們一樣要再次呼籲 政府不要再玩這些小花招了 這些花招都是沒有辦法阻止人民 真正想要監督這個政府 監督國會的這些決心 不要再 不要再用這些技術性的手段 想要來阻止 這是只有獨裁國家 專制國家 極權國家才會玩的花招 今天如果 是民主國家 如果 馬英九政府 你還認為自己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的話 就不要再玩這些技術性的手段 全民間入國會 我想 在場這麼多團體 站出來 還有 甚至可能就在 現在 也許在這邊就有一些公民記者 的一些直播 網路直播 很多網民 大家都在看 我想 政府也不要再用這些手段了 全民監督會持續的下去 而且只要人民 關注 行動 並且我們分享出去 政府 就只能退居 退居在 第二線 來接受人民的檢驗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台灣國會 透明化促進協會的召集人 我們的 胡適合也就是我們洪舅舅 來幫我們做一下 他們現在接下來的行動 各位媒體大家早 我想我要先肯定一下我們公都盟 從2009年以來 這幾年對我們 國會透明 國會監督 還有民主進步這方面的一個努力 那我想我們成立這個台灣國會透明化促進會 我們希望半年的角色就是你們一腳 因為目前 包括公都盟 包括1985臥槽 他們在國會這邊 他們要做網路攝影 網路實況轉播 網路電視這方面 他們從鏡頭的取得到播放 其實都有遇到一些困境 那這個困境 我們需要由民間集結企業到政黨 我們去從立法組織修法 這方面先去突破 才有辦法去達成這個國家的國會的專用電視台 這是我們這個協會的終極目標 再來就是說在紅岸期間 我想我個人是無黨無派 那因為紅岸的期間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我從46台到55台 各大節目的政論節目 我都去上 為什麼我都要去上 因為每一台他都有他的立場 應該有一些藍綠之分 那我覺得我們的部分需要在每一台不分藍綠 我通通要去發聲 所以如何建立一個不分藍綠全民接受的國會電視台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再來第三點 我想很多任務都是有階段性 從2009年來 公多盟包含到2013年這個國會無雙 臥草這邊還有1985這邊的努力 我想這是屬於第一階段 我剛有提到他們目前在鏡頭的取得 還有播放上都有一些困境 那我們希望我們 像我們最近陸陸續續都在拜訪這些公民團體 前幾天我們跟公多盟執行長這邊有去拜訪他 今天也跟1985還有臥草 這邊我們也來 已經有一些共識 那今天中午我們還要去拜訪那個公民組合 林鋒正律師 那做這些的動作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集結公民團體的力量 集結企業 再集結政黨 我們能夠共同推動這個國會電視台 讓這個國會能夠更透明 那我想目前網路上其實有一些困難 比如說他的透明普及簡單 這個他的閱聽人數有一定的限制 那我們這個國會電視台為什麼要推動 希望能夠隨暗集聽 我就像遙控器 我轉了就可以馬上看得到 而且還有幾個重點就是即時不簡介 無廣告無評論 那這樣藍綠才能夠跟我們去接受 那我想 我這邊我們目前比如說 6月16日有可能是今天在國會的臨時會 有一些比如說黑箱胡茂 兩岸監督條例 包括資金區特別條例這些 都有可能在臨時會裡面去 引起藍綠的對決 那我想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也是希望在這邊呼籲我們的執政當局 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因為在我記得24年前 野百合學運 他推翻了萬聯國會導致總統直選 但是現在呢 我們50萬人站出來 這個學運我們的執政當局 他有沒有真正的還行與改革 這個我想希望他能夠聽得到 那很多這些有正義的法案 我們都希望透過公開透明的監督 讓全民都能夠看到 那我想我們國會電視台 希望能夠達到全民監督跟全民交易的功能性 那我想我們這個促進協會 他有兩個終極的目標 第一個就是能夠建立不分難於全國 都能夠認同的一個國會電視台 第二個我想在立法院這邊 他包括調查權跟聽證權 這個部分能夠透過立法 能夠讓立法院來發揮來行事 那我想最後一點我提到 既然在兩年前 在這些國會議員選舉前有簽了承諾書 他們的第六點 他們是共同要來推動國會頻道這個項目 我想希望今天我們在這邊呼籲這些國會委員 國會大一是他們能夠真的很積極來推動 讓我們這個國會電視台能夠來成立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員協助協會的我們高基站的主委來幫我們 我想補充說明一下 那個建立國會專業電視台 才能夠落實全民監督 也才能夠全民交易 全民交易以後才能夠發揮全民的力量 那也才能夠這個終止藍綠二鬥 我想歐美跟日韓這個先進國家 他們都有這樣的這個機制 我想這個我們公督們 公民覺醒聯盟 甚至於我們這個台灣國會透明化 出境協會也都一直在推動 那我想希望大家能夠共同來推動 因為這個理念最主要就是 唯有透過這個國會全程現場直播政策辯論 才能夠全民監督 還有一個就是教育人民 教育人民這個很重要 因為唯有教育人民全民共識以後 才能發揮全民力量 謝謝 最後我想針對今天的部分 我再做一下說明 第一個部分我們還是提到 現在的整個高度爭議的一個法案 我們認為立法委員你既然已經承諾 之前包含國會頻道的一些設立 我們希望你盡快的兌現 另外現有的IVOD 我們認為當然還是有它非常便捷的一個好處 可是我們也剛剛很多的我們現場的朋友提到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他一旦遇到議事衝突的時候就關黑畫面 那這不是找自己麻煩嗎 你們如果敢打架 敢霸佔主席台 你們敢辯證的話 就全程轉播 讓社會來公平 就像這個好像幾個小孩子在那邊吵鬧一樣 我覺得就讓所有的事實還原 這是我們所有公民團體的要求 你們要敢做敢當 到底誰下令 一旦產生這種衝突畫面 就把整個轉播切斷 誰做這個決定 以後誰就負責任 到底是你王金平院長 或者是醫師處的這些公務員 自己擅自做主 或者是張偉 到底是誰 我們覺得這部分要把它釐清 我們按照法規來講 就是全程轉播 另外我們也希望它整個開放 整個全場的一個紀錄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們針對旁聽的部分 還是一樣再次呼籲 現行的旁聽規則 有許多是違法的 因為他都是在自己的內規上面 自己任意的 之意萬回的去亂定 包含為什麼我們進到裡面 只能30分鐘 請立法院調出過去 到底有多麼的客滿 讓人沒有辦法進去 我們可以理解接受 如果立法院是很多人都想要進入的 在作為有限的狀況之下 他當然必須要做調控 但如果立院的全院的院會 兩三百個位置都沒人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限制人民進入旁地 甚至我們認為都應該提供這些 長期在做監督的組織 可以另行訂定一些和與法規的一些方式 同時我們認為在裡面不能拍照 這個基本上也是一個違法的規定 為什麼不能拍照 不能記錄 為什麼他們做了任何的在立法院的事情 是怕被傳出去 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說他們自己不做全程全場的轉播 就僅開放讓公民媒體 讓我們公民團體進入裡面去做旁聽 我們要求這些法規趕快去做一些修訂 另外針對我們總統在提到太陽花學運的問題 大家如果看到我們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我們有提到 我想我們這份資料應該是可以快速的回應 我們現在的執政的一個呼籲 他說因為太陽花學運 所以說導致我們的會議開不完 所以他才開臨時會 這完全不對喔 中華民國憲法已經規定 立法院一年開兩次會 2到5月底跟9到12月底 我想從數字上大家的概念 2到5月底應該當然就是從2月份 2月初2月1號開始 一直開到5月的最後一天喔 我們看從第七屆開始喔 我們第七屆第一會期 應該要在2月1號開會的 他們拖到21天後才開會 延會還不錯 延會了48天 所以這是唯一喔 在第七會期裡面 他們算是有把後面的期數補回來的 也就是真正的多開27天 其他你看到的 從第七屆第二會期開始 分別欠我們5天 3天 5天 14天 11天 跟7天 整個立法院第七屆欠我們50天喔 所以他們延會基本上 那都沒有開除他的會 更不用講 你連原來的會議都沒有補上之前 你開臨時會有什麼用 請你在平常的時候認真開會之後 你再來增加臨時會 我們認為這才有道理喔 另外從第八屆來看喔 第八屆第一會期 他也是延開23天 然後延會15天 所以欠我們8天 第二會期欠我們2天 第三會期欠我們25天 第四會期欠我們2天 包含大家最關注也就是太陽浩學運的第八屆第五會期 事實上立法院整個延開的天數是20天 所以先還我們20天嘛 如果照這個資料來看 立法院就至少應該延會3個禮拜 不能處理所有的事情之後 再來考慮要不要再開臨時會 當然最重要的部分是沒有開完你的會議 就請你們繼續開會 繼續延會 我們再次強調 如果今天用臨時會的方式 他的形勢上在處理的只是重大的一個議案 立法院現在還有很多重要重大的法案 如果不是透過延會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依著平常八個文會正常行使職權的方式 包含對行政部門的監督 那今天因為整個這樣子的一個貿然的不延會 而開臨時會的形勢 包含接下來的重大人事權 都沒有辦法仔細去做一些討論 我想我們對這部分是提出很大的批判 那前面有我們的立委的這個連署的承諾書 在我們的承諾書裡面 在當時他們要選舉之前都有提到 包含我們第四點 他們願意積極推動黨團協商的透明化 黨團協商視同為整體的審查的一部分 因全程錄影限期公開 我們有看到包含大概70多位委員 對這個部分都同意 另外的部分也提到國會頻道的設立 以強化立法諮詢的普及教育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看見他在這部分都還沒有做到 這個基本上就等於是詐欺的行為 這些立委當時為了我們的這個部分 我們問他們 如果你當選任務員做這個事情 要讓我們投票者來做參考 他們既然都願意證明他自己好像是一個改革派的一個民意代表 可是現在的結果卻是沒有 所以我想我們對這部分提出批判 這就是詐欺的行為 如果他們不趕快去解決的話 我們在這次選舉會公佈這些不遵守承諾的 有詐欺行為的 會欺騙選民的這些民意代表 我們會把它再公佈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知道我們媒體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